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特科横空出世 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输就多少血色金蓝 敬请关注好在今 萨苏 卢勇 本期为您讲述 神秘的中央特科一 卧虎藏龙 上海滩 90年前 南昌起义一声枪响 宣告了人民军队的诞生 几乎与此同时 一直肩负着重要历史使命的神秘队伍 出现在另一条战线上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特科 顾名思义 特科是一个专门执行特殊任务的组织 那么中央特科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创建的 它的创始人又是谁 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特殊机构 在我们的语境里 特务是个贬义词 为什么贬义呢 主要是以前国民党的特务 坏事干净形象太差 实际上它是个中性词 我们党最早创建的保卫情报机构 它的名字就叫做特务工作处 为什么创立这个处呢 就是1927年 蒋介石发动412反常民政变 我们党面临的巨大的危机 今年2017年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 实际上 今年也是中共隐蔽战线建立的90周年纪念日 1927年 共产党一方面建立了一支人民军队 另一方面建立了一支秘密的隐蔽战线 这是同时同步建立的 这支隐蔽战线的我们说创始人 应该说就是周恩来 因为是周恩来一手缔造的这个部门 那么为什么会缔造这个部门 我觉得是周恩来通过412反共云政变 认识到我们确实需要这么一个情报和保卫的部门 否则的话党的损失太大 周恩来自己就是当时的亲历者 412反共云政变的时候 周恩来曾经在上海被国民党军队扣押 4月11号晚上 国民党的第26路军 他有个师长叫斯列 斯列给他送了一封信 请周恩来过去谈 当时同志们都劝他不要去 说形势那么危急 因为当时已经 这个紧张气氛已经起来了 周恩来为了大举着想 抱着一次希望还是去了 去了以后就被 撕裂就相当于扣在那里 周恩来在被撕裂的部队所扣留之后 当时有一个人 马上觉察了情况不对 他发现国民党 当时诱骗周恩来 进入他们的大楼进行谈判 他说这样的情况很不好 谁发现的问题呢 罗易农发现 罗易农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由于当时我们没有一个情报 和保卫的这样一个组织 他只能通过个人关系去想办法 最后就找到了 26路军的政治部主任赵书 那么由赵书出面 赵书是一个非常倾向进步的 而且跟国党关系密切的 这样的一位进步军官 他跟周恩来的私人关系也很好 于是他想方式 我就进到第二室里面去了 并且当时当面是痛斥撕裂 撕裂你也算是周主任 周恩来的学生 你怎么能这么做出这种 没良心的事情 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所以在他的训斥之下 最后撕裂当时就觉得 也做得太过分了 就这样当时他把周恩来里放了 但是这个并不是周恩来 在当时历险的这个就算结束了 他当时出来之后 第二次又被国民党 就是26路军的第七团的部队 他当时就是 他本来想回到自己 工人据察队那个大楼 商务运输馆 但是回去一看 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完全控制了 整个上海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也同样是因为 没有一个情报和保卫部门 怎么办 他只能一个人找了一条小船 想先撤到浦东去 因为浦东是贫民区 在那可以多隐蔽一段时间 结果在往浦东撤的时候 就被这个国民党军队发现 并且又把他扣留了 幸好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第七团的团长 就报警中 他也是周恩来的学生 他是黄埔四七的 所以一看他认识 认识以后 他就想把他放了 实际上26路军高层 已经在商量了 就是要把周恩来怎么办 有的时候要处决 有的时候放了 东帝就说 周恩来是我老师 恐怕不能杀 他就想去 报警中这个团里去 想把周恩来给放了 结果他一去呢 看到报警中 一见到这个风题来的 满脸惊慌 为什么 他也想放周恩来 这样的话呢 就双方相当于达成一个默契 周恩来呢 才脱险 就在两天之内 两次遇行 真是千军一发 不是他这个 黄埔军校 政治部主任的 这个身份在 就很危险 而且在当时412 反共会政变中 确实啊 像汪秀华 还有像赵世言 还有陈炎年 这些非常优秀的领导人 他就因为跟周恩来的 身份不一样 他没有黄埔军校的 这样的背景 结果就在这个 412反共会政变中 被杀了 损失非常大 这才是周恩来 痛定思痛 决定建立我们自己的组织 所以412政变 等于是国民党 杀出来 这个共产党的一个觉醒 共产党开始抓武装斗争 一手抓枪杆子 一手抓刀把子 这个实际上 这两者是互相配合的 都是解决安全问题的 一个在明处 一个在暗处 一明一暗 一个枪杆子 一个刀把子 配合起来 一开始是在武汉成立的 就我前面讲过的 是武汉成立的 特务工作处 而我们这个组织 也就是今天 我们要谈到的 中央特科的前身 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发动 412反革命政变 中共中央被迫 从上海迁往武汉 当年5月 周恩来在当时武汉的 中共中央军委会 下设特务科 又称中共中央 军委特务工作处 主要负责中央的 安全保卫工作 可以说 它是中共第一支 秘密武装机构 那么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 特殊机构 为什么还要成立 中央特科 组建最早的特科 第一科 到底担负着 怎样的特殊任务呢 当时是中共中央的各个机关 都隐藏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面 主要在法租界 其实是很少人注意到的一个现象 在很长时间里面 中共中央并不是在苏区 而是在上海 因为上海这个地方 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城市 它易于隐蔽 而且中国共产党就诞生在上海 它是长期在这活动 它的群众基础好 再有呢 就是像卢老师所说似的 当时他们活动的 法租界等等这些地区呢 它不查这个户口的 所以租房子比较容易 于是大量的机构 就这样的设立进来 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它还是我们党 还没有闯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来 还是学苏联 所以它很多工作啊 都放在城市 后来我们把党的工作东西 搬到农村区 那是毛泽东 秋秋起以后 在井冈山那边 探索出这么一条路来 那是中国独有的 探索出的一条路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这么庞大的一个 中央的机构啊 都在上海 可是这个时候 昔日的盟友 已经变成今天的死对头了 所以安全是当务之急 应该说 庄来结合他之前遇险的 那个经历 又面对着这个 现在中央机关 说急需解决的 这个安全问题 所以呢 他就组织成立了 后来鼎鼎大名的 这么一个保卫情报机构 就是中央特科 那么医科呢 首先是要保障中央的存在 就是包括租房子啊 包括中央人员的保卫工作 还有呢 就是万一有同志被捕 他最初也要承担营救工作 还有呢 就是有些同志牺牲了 那么他呢 要去抚恤 要照顾家属 善后 但是只有一个医科呢 很快就发现力量不够 那就开始继续发展 就是那个保证中央机关的 日常运行啊 不是个简单的事 当时在上海 连租房子都很复杂 当时是 他的群谱随时可能抓你 所以当时在上海 中央机关租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找 有前门后门的 而且是前门在这条街 后门就在另一条街了 便于及时的撤退 所以你前门这条街 发现了你来抓的时候 我从另一条街就转移了 有时候来联络的时候呢 我不走前门 我走后门 就连租房子都要很下功夫 包括每个机关的 那个服务人员 看房子的人 都要选非常可靠的人 就这个总务的事啊 现在看起来是个小事 是个日常的杂质 在那个时候 那就有很强的政治性 很安全性 他组织会晤 当时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只要我们到成立的 一大的时候 就开会就开不下去了 中途从上海车到浙江 到南湖那边 继续开会 那么到27年的时候 这个形势就更加紧张了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刚才那个萨索罗斯讲的 还营救被捕的同志 我理解这个营救啊 主要是文救 文救主要是通过自己的 各个方面的社会关系 拿钱去贿赂这个 租借的巡捕 或者有关人员 把我们的同志呢 给救出来 他这个文救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走法律程序 找律师 打官司 找思想比较进步 同情共产党的大律师 甚至找一些大法官 这是一条路 还一条路子呢 当时组织了一个组织 叫做户纪会 是一个民间的社会的组织 专门负责营救这个遇难人员 这样就党呢 通过这个进步力量 甚至通过一些社会的民间组织 去营救被俘的同志 这个是总部科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讲解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周恩来化名来到上海滩 昔日盟友背叛革命 中央特科横空出世 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输救多少血色惊澜 敬请关注 郝在金 萨苏 卢勇 正在为您讲述 神秘的中央特科一 卧虎藏龙 上海滩 中央特科的主要活动 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从事地下工作 特科成立后 随着隐蔽斗争的任务需求逐渐拓展 特科的组织结构也迅速发展完善 从1927年到1928年 特科先后建立了总务情报行动交通等四个科 四个科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担负着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安全 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 营救被捕同志 建立秘密电台等特殊任务 总务科他负责了这些任务之外 很快就发现情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中央特科就成立了第二科 非常有意思 世界各国的很多军队的辩制序列里面 情报都排在二 比如说一厅或者一局 或者叫一部都是作战部门 二部二厅二局二处 带二的头的都是情报部门 这个也说明了情报的重要性 就是作战之下它就是情报 因为你情报不能放在作战前面 所以我们中央特科的二科就是情报科 科长就是鼎鼎大名的陈庚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刺探情报 包括是打入到敌人的内部 包括发展自己的情报线 来获取情报保障中央的安全 这个早期情报工作主要是像你说的 是找线人 就在这个寻谱房里边联络一个人 在警备司令部联络一个人 什么时候国民党要抓人的时候 这个人给你通个信 然后你赶紧跑 后来发现这个工作水平还低 慢慢得培养内线 求人不如求己了 这个内线在这个情报工作里 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工作了 培养内线基本上是两条途径 一个叫打进去 一个叫拉出来 当时这个二科在这两方面 做得都非常出色 那么与二科同等重要的是三科 如果说二科是进攻性的 就是我们打出去的 去了解对方的情报 那么三科就是对我们的党中央 进行直接保卫的机关 那么也就是比如有叛徒出现了 是吧 或者敌人有一个特别恶性的特务 我们怎么惩治他呢 要用武装来惩治 那么营救同志也需要有的时候 武装营救 那么这样的一只特殊的武装 就是由三科掌握的 而三科当时的负责人 就是上级负责人 是顾顺章 那么四科就是无线电通信 1928年10月份 从小就决定成立这个无线电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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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就决定成立这个李强 自己去组装电台 而且还派一个人叫张审川 靠到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 同时呢 还把徒作淘坦 还有四个人 送到苏联佛龙镇那边去学通信 所以当时的这个无线电通信呢 应该说的比较快的都建立起来 在这个过程之中啊 其实我注意到了两点 我以前没注意到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中共第一次远程的这种无线电通信 是从哪到哪 第一次是李强从香港 给上海的中央进行这种无线电测试 然后李强带了电台 潜入九龙 从香港跟这边联系 长途的 试验这个远程通信嘛 能不能和江西通信 就通过这个试验 说明是可靠的 这以后呢 无线电通信成为人民军队 克力之声的重要法宝之一 第二点呢 我是没有想到 这个咱们 就是说 隐蔽战线会把无线电通信 看到如此重要的地步 到什么地步呢 周恩来本人呢 就是无线电通信的一个专家 因为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 在早期使用的 就是隐蔽战线用的密码 之中有一个叫做豪密 后来才注意到这个豪密 就是周恩来自己 武豪那个豪 周恩来自己设计的密码 他编制的密码 他编制的密码 后来又观像应用带到苏区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感到很吃惊 原来周恩来总理本人 就是一个密码专家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周恩来化名来到上海滩 昔日盟友背叛革命 中央特科横空出世 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输就多少血色金蓝 敬请请关注 好在金 正在为您讲述 神秘的中央特科一 卧虎藏龙上海滩 著名的和平将军张志忠先生 曾是身受蒋介石器中的国民党高官 对国民党的军政大事了如指掌 新中国成立后 他曾感慨 过去我只知道国民党在军事上 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今天我才知道国民党在情报上 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那么为什么处于险恶环境中的中共 能够在隐蔽战性的教令中 也始终高抵一筹 那些在龙潭虎穴大险身手的特科英杰 又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隐蔽战性的斗争啊 实际上专业性是非常强的 这样呢他就更需要合适的人才 人才从哪里来 一个是在斗争中慢慢磨练出来 另一个呢就要靠平时的培训 周恩来非常重视这个 而且我觉得呀周恩来他真是高瞻援助 特科还没有成立 特科是1920年成立 1926年周恩来负责筹建中央的保卫工作的时候 他就已经派出了这个陈庚 顾生章等三个人到苏联去学习 你看他培养人才还在机构建立之前 对呀这个现在老有些人对历史不了解的 就是说是共产党也是都是一些土拔路 你看共产党在27年以前 已经派人到苏联去学开飞机 去学海军 去学复杂的这个特工技能 他是实际上跟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军事技术和科学技术 你像已经特科当时派了 陈庚顾顺章陆流三个人 是工农兵三个方面 选了三个代表人物去苏联学习 当时苏联那个契卡呀 他的这个特工技能啊 在全世界是领先的 当时的培训挺有意思的 反正我就记得他们说有一个 很小的一个细节吧 就说明当时我们从契卡学到了什么 说那个敌人可能快来搜查你的秘密机关 你的文件藏在什么地方 那我当时说这个有什么可培训的是吧 当然哪隐蔽就往哪藏了 说其实有规律的 当时在上海我们的特科 藏情报怎么藏 就是藏在进门口的第一块砖的下面 这就是从契卡学来的 说为什么你想 敌人夸进门以后怎么怎么开始工作 就是这个头特不头子进来 冲进来站在第一块砖上搜查 对对对 你想想如果正好情报就藏在他脚下第一块砖 他真是不容易找到 就像藏在他最想不到的地方 所以你看这里面就有心理学 所以特工啊 隐蔽战线斗争啊 并不像这个影视作品你写的那样 就是暗杀飞烟走壁 它里面的很多东西啊 那真是我们看起来隔行如隔山 经过千锤百炼的很多技能 所以这些都需要通过培训 来让其中的工作人员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技能 而且周恩来他组织这个培训呢 不仅仅是一个技能的培训 他还有一个就是政治思想的培训 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政治思想培训 那么当时呢周恩来对他们的培训呢 有三个任务 一个不准 三任务就是 第一个任务是搞情报 第二个是惩处叛徒 第三个是执行特殊任务 包括筹款 一不准是不准在党内搞侦查 这一点很重要 就一开始装来就定了调了 实际上这个也吸取了这个 苏联方面的一些教训 你看苏联后来克格勃出了多少事 对党内搞侦查 对党内搞专政手段 可是中共成立这个组织 一开始 他就确立了一个明确的政治规矩 周恩来从那么早 一成立就做了这几个规定 这是个铁律 就是所有的这些手段 不许对党内同志进行 而且他很有政治操守 比如说在特科成立之后 第三科的负责人顾顺章 就曾经说 我们要不要抓几个资本家 然后呢 敲他一下 第二就是一种绑票的方式 为党获取经费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他的红队的那些人员 一方面是上海滩一些很优秀的 原来纠察队的人员 枪法都很好 一方面是从苏区调来的一些 就是很好的我们的神枪手 但是呢 来了以后先进行培训 你不能随便去打 随便去开枪 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 而且不能过左 用的人不能过左 这样就使得我们的特科呢 从成立开始 就像您所说的 非常有政治规矩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周恩来化名来到上海滩 昔日盟友背叛革命 中央特科横空出世 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输就多少血色金蓝 敬请关注 好在今 萨苏 卢勇 正在为您讲述 神秘的中央特科一 卧虎藏龙 上海滩 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 在实力洋场 深入虎穴 收集情报 铁血出肩 写下一段又一段 惊心动魄的传奇 因周恩来 曾化名武豪 特科又被称为 武豪之剑 在威震上海滩的 武豪之剑里 有一批身手不凡的高手 后来成为 新中国开国大将的陈庚 正是其中的一位 传奇英雄 特科展开行动以后 在这么残酷的 斗争环境里面 也涌现出了一些 中间力量 你比如说后来 共和国的开国大将陈庚 我们知道 在战场上 率领前军外卖去打仗 和带领小分队 去搞情报 这两种工作 性质完全不同 那么在他身上 结合的特别好 陈庚是世界军事上 就把这两行 都干的 达到了极致的 这么一个人物 他是将军里面 情报意识最强的 是情报界里 又最懂军事的 而且他本身 也非常有传奇色彩 黄埔一季出生 黄埔三季之一 救过蒋介石的命 可是在我们党里面 他如果在国民党那边 那肯定是平步轻运 蒋介石这个人 还是比较讲感情的 可是他为了自己的 自己的理想 自己的信念 去从事 那么危险的工作 陈庚的这个性格 是非常开朗 这么性格开朗的一个人 应该说 他不适合 从事这种工作 可是恰恰相反 他把这个工作 干得非常的好 陈庚当时做情报工作 能准备到什么程度呢 就有一次他到一个电影院 去跟我们的同志街头 结果坐在旁边 他就发现旁边是个特务 因为他能够分辨出这个特务 这个特务 眼睛不往前看 他到处乱看 他一看就是个特务 而且是一个 等级比较低的特务 他就跟他聊了几句 而这个在聊天之中 他就体现出自己 是一个大特务 这小特务 还真是把他当成 大特务看待了 于是就说 你来干嘛 他说来抓共产党 知道了 抓共产党 果然是一会儿就起来了 要抓了 他就马上告诉 你们跟那小特务说 你守住什么地方 守住什么 这个大门我要守 然后都守在这 但是小特务认为 他是大特务 那你守在这没有问题 好 所有的共产党 都从这走了 就是陈根安排的 所以胆大心细 而且性格缜密 在这个地方都体现出来 中央特科在上海斗争期间 发展了很多特殊的情报关系 其中最成功 发挥作用最大的 就是杨灯营 杨灯营真名报军府 广东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他因头脑活络 交际广泛 在租界及上海军政各界 拥有深厚的人脉关系 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 调查科看中 出任驻上海特派员 成为国民党系统 驻上海特务机构的 主要负责人 那么这样一位 国民党情治系统的要员 是如何成为 中央特科的情报关系的呢 杨灯营这个经历 跟萨树老师有点像 他是留学日本的人 他的确实是 所以他本身是个日本通 那么这个求学的背景 回到上海以后 对杨灯营的发展是起了大作用 但是我可没他那么强谓的 社会关系 他在上海有非常厉害的后台 有一个叫杨建宏的 那是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 还有点亲戚 那么杨建宏是什么人呢 他又是陈立傅的亲信 就因为这个原因 当时陈立傅是委托杨建宏 在上海建立国民党的 这种侦察机关 来针对共产党 结果杨建宏自己没人可用啊 找谁呢 他就杨灯营 这个人跟我很长时间都是交情啊 这个人也确实非常有能力 还动员了很长时间 动员杨灯营参加他们的组织 杨灯营当时还犹豫 那么他为什么犹豫呢 因为杨灯营呢 当时正在跟共产党谈这件事情 他本身呢是个很会做人的人 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那些人 到上海的那些大员过来 都是杨灯营出面去招待 好吃好喝好玩给伺候着 所以就相当于 总统前身这些人 党部吊大哥 他们的顶头上司们 对杨灯营都非常的欣赏 你比如张道帆 据说张道帆在这个 中央组织部里面呢 有一个政敌 后来是他告诉这个杨灯营 杨灯营把那个设计 把那个人给除掉了 这样使得张道帆呢 后来顺利的登上副部长的宝座 所以呢 张道帆对杨灯营也非常好 这是个特工人才啊 当时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是在南京的 共产党的这个中央机关 是在上海的 南京的这个国民党特务机关呢 要在上海要找一个人 设一个特派员 就选中了这个杨灯营这个人才 确切地说呢 他在选中杨灯营的时候 杨灯营家里正好有一个 他交友广阔嘛 有一个朋友在那 是谁呢 这个人名字叫陈养山 陈养山呢 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人 那么他是以学生的名义 进入到就是报军府 也就是这个杨灯营的身边 陈养山呢 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他 我们抱一抱他 新陆国陈里佑的履历 就知道了不起了 他当过这个司法部的副部长 当过宁夏回渡自治区的副主席 还当过高检的副检察长 当年他就是我们特科的一个人 他是在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人 没有没有时间 工作时间没有超过他的 他是特科从成立那时候 他就进了特科 而且一直兼职到特科 逐步人员转移啊 他是兼职到最后的 所以有个说法 说是陈养山是在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 那么陈养山说起来 他的特科的经历啊 我估计他本人最自豪的工作业绩 就是把这个杨登颖 发展为我们自己的关系 因为杨登颖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 已经体现出对共产党的同情 他是倾向进步的 那么他就 国民党这边邀请他来反共的时候呢 他先跟谁商量 先跟共产党商量 就是通过陈养山 后来陈养山又把他介绍给陈庚 说呢 我能不能干这个活 陈养山马上就报告给周恩来了 就是说 有这么一个杨登颖 有这么一回事 结果我们这边等于共产党这边 经过权衡 告诉这个杨登颖 你可以做这个工作 派陈庚去跟他谈 谈过之后呢 还给他每个月 四百块大洋的活动经费 还帮他配了一部小车 还给他配了一个秘书 这个秘书叫做安娥 就是后来的田汉夫人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政治交通员 那么呢 这一全套都配给你以后 你再去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工作吧 实际上 就是等于把各种各样的情报 就可以转到我们这边 同时他也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周恩来化名来到上海滩 昔日盟友背叛革命 中央特科横空出世 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书就多少血色惊蓝 敬请关注 好在今 萨苏 卢勇 正在为您讲述 神秘的中央特科 一 卧虎藏龙 上海滩 银币战线的斗争 启用特殊的人脉关系 运用特殊的方式和手段 往往可以起到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身处特殊岗位 在上海滩 混得风生水起的阳灯营 已成为中央特科的情报关系 就立刻在搜集情报 营救人员上 发挥巨大的能量 新中国成立后 原中央特科的重要成员 陈庚等人 都亲自为杨登颖 当年的工作做证明 那么杨登颖到底 为中央特科 做了哪些工作呢 杨登颖 他跟国民党的军方 那关系不用说了 他要是国民党 党务达达科 在上海的特派员 他跟租界关系又非常的广 而且租界里面 你比如法租界 英租界 当时这些两大国 跟日本的关系比较紧张 想借用杨登颖 日本通的身份 所以他的各路都吃得开 对 但是他实际上是 给共产党提供情报 就是每当租界 要抓捕共产党人的时候 他就及时把情报提前送出来 另外还帮助营救 已经被捕的共产党人 做了不少工作 你比如说关向英 关向英被捕的时候 是身边还带着机密的文件 但是英国人就 看不懂中文字 就找杨登颖说 你去鉴定一下 这个是不是伪金物品 杨登颖呢 心底我找人来鉴定一下 找谁呢 找特科的另一个 鼎鼎大名的同志 刘顶 刘顶去鉴定以后 就把他换包换掉 换掉以后 杨登颖就跟那个寻谱说 说这不是什么伪金物品 就普通的书籍而已 那寻谱说那行吧 那就放掉吧 就这么放掉了 可能通过其他途径 你千难万千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情报关系 可能一句话的事情 这是他营救关险英 因为他就说 关险英顶多就是一个激进的学者 就这位方案 但是他也干过什么事 他保护过周恩来 因为周恩来本来有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呢 黄埔军校一期的 叫黄帝洪 黄帝洪 我们还特意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的 所以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啊 但是这个黄帝洪呢 回来以后 却主动地找到国民党 要出卖周恩来 就是他完全对革命 已经丧失信心了 而且你丧失信心 也就罢了 你还要出卖自己的战友 这种行为就很污浊了 那么他找国民党谈呢 谈碰到的是谁 就是杨登英 那么杨登英知道这个事情 火速转报给陈庚 然后转报给周恩来 这个是黄帝洪在做什么 他正在给周恩来写一封信 就是他也跟这个杨登英见面的时候 也是两次都没出现 第三次才出现 认定你确实是国民党的大头目 我才跟你打交道 所以他就交了底了 说我能把周恩来骗出来 然后你可以把他抓起来 他就向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黄帝洪约周恩来 在什么什么地方见面 约见面之后呢 还写了 里面还写 我要为什么 我们的事业 奋斗终身什么 写得非常的 写得非常的好 但是他的底细 周恩来已经完全清楚 于是这才授权 就是红队打掉这个叛徒 结果是抓周恩来的这些巡捕 没有能够抓到周恩来 只能带着黄帝洪的尸体回去 杨登英确实做了大量的事情 包括在营救澎湃和处决 出卖澎湃的叛徒这件事上 他也是出了大力的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周恩来化名来到上海滩 昔日盟友背叛革命 中央特科横空出世 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输救多少血色金蓝 敬请关注 好在今 萨苏 卢勇 正在为您讲述 神秘的中央特科一 卧虎藏龙上海滩 1929年11月11日深夜 在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 随着几声枪响 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毙命 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 现场只剩下几具尸体躺在血泊中 那么这位被当街隔杀的西服男究竟是什么身份 深夜出手以及必杀的枪手又是何方高手 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刺杀行动背后 又有着怎样显为人知的生死较量 那么刚才这个小片里我们看到的 有被击毙的这个穿黑西装的人 他的名字叫白鑫 白鑫是黄浦四期出生 黄浦毕业以后就加入了叶廷的独立团 参加过北伐 还参加过八一的南昌棋 所以他原来的经历还是比较辉煌的 后来又到海陆峰 彭麦不是在海陆峰临到海陆峰棋役吗 在海陆峰工作一段时间 最后又到上海来工作 你到上海很受信任 还当了军委的秘书 当了军委秘书 因为彭麦当年是叮咛大名的农民运动代王 是我们党的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政局委员 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的军委书记 那么这个白鑫就相当于是在彭麦身边 贴身工作的这么一个人 但他为什么要出卖彭派呢 一方面是因为4月2日反革命政变以后 当时整个上海一片白色恐怖 一些一直不坚定的 或者脱党或者背叛 白鑫他也在打这个主 另外一方面也是白鑫的一个亲属 当时因为他是成了叛徒 被彭派就宣判死刑 有私人院 所以他就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彭派的消息 他们决定于24日下午在新闸路金元里 设计了这么一个会议 像这种叛徒特别危险 他是有斗争经验的 他知道你共产党的防范措施 他都知道 所以他就能精心设计一个抓捕行动 所以彭派 还有当时这个中央政局的候补委员 中央军事部长 见江苏省军事部长 叫杨英 还有其他几位比较重要的同志 那一天呢 惯性的是周恩来生病 本来这个会是周恩来主持长开会议的 他生病他没参加会议 人家那个球车 庄稼就哗就开过来了 快到什么程度 我们在街口放哨的通知 巴腿就来通知 都赶不上 直接冲到这 然后把屋子里人全都抓走 那么这次被捕之后呢 我们马上就意识到 彭派处在极为危险的境地 而且呢 马上就要被引渡到龙华的 就是上海警卫司令部 也就是引渡到国民党方面 一旦引渡过去 国民党方面很可能就会杀害的 因为在此前已经发生了事件 就是罗易农被捕之间 罗易农被捕之后 只有六天就被蒋介石下令枪杀 所以当时我们特科马上接到一个任务 就是要营救彭派 当时特科呢 就要设计怎么营救彭派这些人 这个一般营救呢 无非是两种重要手段 一个是截罚场 一个是截球车嘛 按当时这个设计呢 还是截球车可能性大 因为这个罚场 它不一定设在哪 只要压到敌人的 国民党那个监狱里 它可能随时可能枪毙 所以当时特科设计的是 在路口截球车这个做法 可是这个截球车也不容易啊 你得知道它那个球车行动路线 你得知道它的行动的时间 然后特科这些人呢 平时又不能携带武器 还得把武器从储藏的地点取出来 运到这个截球车的地方 所以这个设计啊 应该说也是相当难的 这里面相当一部分信息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杨登颖提供给中央特科的 而且呢路线也摸准了 时间也摸准了 特科也准备好了 然后就像这个郝老师讲的 我们等枪 因为应该赶在这个行动之前 枪送到 把所有工作准备好 这样最好 结果这里面出了点差错 就是第一 枪送来的时间有点迟了 第二呢 这个枪没擦过 我们知道这个枪的保养啊 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防止生锈 得抹黄油 长时间不用它的抹上油 结果送来这个枪 是没有把那个油擦掉的 就根本用不了 那眼睁睁的呢 这个球车越开越近 装上来忍痛宣布停止行动 因为你没有枪 吃手空拳 根本接不了球车 只能造成更大的伤亡 所以他们是眼睁睁的看着 我们党的领袖之一 就这么一步一步的 被敌人压暴刑场 后来澎湃就牺牲了 很年轻就牺牲了 按说这一次 应该说是特科在早期的时候 一次失败的行动 但是接着呢 就之后呢 马上就是执行下一步任务 就是当时对澎湃这个事件 我们当时党下达的指示是这样 第一是营救澎湃 第二就是惩治叛徒 所以他马上安排 就是下一步任务 就是既然不能营救澎湃 那么一定要处死 出卖澎湃的叛徒 也就是白信 就白信太危险了 他掌握这个 咱们所有的秘密活动规律 而且还认识好多人 所以一定要除掉他 但是他也有防范措施 白信难处就难处在这里 他了解我们整个 特科行动的特点 他知道怎么才能 避开特科的这个惩治 所以当时国民党 还在报纸上呢 发布个公告 说这个白信啊 已经到南京去了 受到蒋介石的接见了 这个就应该是白信出的一招 就是迷惑特科的人 说我已经不在上海了 实际上他就一直躲在 这个范正波的家里 范正波当时 上海公安局的一个官员 他是上海市党部的委员 而且呢 是专门负责所谓公安工作 就是等于是国民党 在上海的最高的公安指挥员之一 按说在他那是非常安全的 他住在他家里 对对对 等于就是住在公安局长的家里 那么而且这个城市是属于国民党的 那么这时候你难道还能把我怎么样 但是红队居然就能够把他怎么样 他还是非常小心 就是他住了一段时间以后 眼看着可能 红封差不多了 他就准备转移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 第一 特科已经查到了 他住在范正波家里 第二 把范正波家里附近的所有地形都看查过了 杨登印都去看过他 就知道他住所是什么样子 路口是个小巷子 那么怎么去伏计他 伏计以后 怎么能够尽快的全程而退 我们已经有了一套非常严密的计划 他这个伏计他这个非常复杂 他的设计是从住房里出来上汽车 汽车开到火车站 他坐火车就去南京了 所以在整个链条里边 你得找出他一个漏洞来 就非常难找 而且他这个汽车还是个防弹汽车 就如果你一旦进到车里边 你再想打 打不打 所以真正打他的距离 只有是从房门出来 就从这个别墅出来 大概二十几米上车 就这么一段距离 就抓这么一个小空隙 这么一个小段落 就得干掉他 郑姐要求特科呢 第一 必须是神枪手 对吧 第二呢 意高还要胆大 贴进去打 结果对红队一枪把它打倒 其实尽管他们说的是红队 对红队为之如虎 但实际上他们真正所惧怕的是特科 因为我们的特科呢 它并不是一个仅仅是动枪的机构 特科是一个我们党非常完善严密 而且有政治道德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么他们的整体呢运转起来就像一台机器 有提供情报的 有提供掩护的 有提供对敌人进行直接惩治的 那么他们在上海滩呢 就形成了中共的一支隐蔽战线上的猛虎 特科呢是成立于大革命失败以后 白色恐怖包围失败 活跃在实力阳长的上海滩 时刻面临着生死的考验 就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呢 他们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 我觉得他的老前辈们说得好 所以在老前辈们的心目中啊 一个人是有两个生命的 一个是生理上的生命 一个是他的政治上的 那么在这些前辈们的价值判断体系里面 自己的政治生命 要远远超过他的生理上的 也就是说他们成功的秘诀就是 他们是为理想而成 超级特工叛变投敌 中央机关危在旦夕 三把利剑同时出桥 步步惊魂化解危机 中共历史上的生死关头 上演了怎样的惊天逆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